这四种女人最容易泡到手 第一种 爱贪小便宜的女人 这种女人只要你舍得放鱼耳 她就会上钩 这类女人爱贪小便宜的习惯 一时半会儿很难改掉 有的可能是因为小时候 穷苦日子过惯了 能占点小便宜就想占 想要泡这种女人很简单 给她一点诱惑 只要她觉得你给她的诱惑 让她觉得可以占到便宜 那么你就很容易就得手了 第二种 饮酒成性的女人 酒是催行剂 酒后乱性的男人女人不在少数 对于嗜酒如命的女人 多半比较好爽 不拘泥与条条框框 对于男女之事也比较看得开 男人如果能够把握好时机 找准机会就很容易把她泡到手了 这种女人还有一点好处 就是不会事后发现自己被占了便宜 而哭哭啼啼 嚷嚷着让你负责 但是如果她认定你了 就会对你死心塌地 第三种 喜欢聊梢的女人 这种女人晚上聊梢表示 她在释放一种她空虚寂寞的信号 但是她又没地方发现 不是家里老公不行 就是她还单身 遇到这样的女人 男人最好能够把握好时机 投其手好是最容易得手了 但是千万别用力过猛 把人家吓到了 到时候等她有了戒心 你就需要花十倍的心思才可以了 第四种 贪慕虚荣的女人 这种女人不难理解 攀比之心在女人之间也更盛行 看到身边的人背着名牌包包 用了奢侈品 她就会也想过上这样的日子 想要泡这种女人 付出金钱是最快的 给她别的她也瞧不上眼 只要你能满足她的虚荣心 带她走是很容易的事 可能她看你有钱 主动贴上来也是有可能的